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 那么这集要带您讨论的是中东局势 那么现在纳坦亚胡 以色列的总理也被当成目标了吗 我们现在以来看到的是呢 他差一点遇袭 那么遇袭之后又发生 纳坦亚胡坚持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 他自别用英文跟希伯来语 发布了两段影片 他讲了什么呢 我们带你一起来听听看 可以看到以色列的总理 纳坦亚胡态度还是很强硬 他说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了他 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以色列来赢这场战争 伊朗跟他的代理人 任何试图伤害以色列公民 都要付出沉痛代价 那么他甚至说 真主党企图暗杀他是个严重的错误 他说呢 想要暗杀他跟他的妻子呢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错 因为这不会阻止他或以色列继续来进攻 还要确保他们的未来 那么现在黎巴嫩呢 其实是以这个无人机来袭击 叫纳坦亚胡的私人住所 中东的局势现在是不是要升级了呢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9号 证实有三架无人机从黎巴嫩的方向飞到以色列来 其中两架已经被拦截了 但是另外一架避过了拦截 直接撞上当地建筑 但是呢 他们就引用了总理办公室的消息证实 以色列总理纳坦亚胡的私人住宅 就是这个黎巴嫩无人机的攻击目标 那么大陆的学者就说了 以色列在加萨地区打死了哈马斯的领导人之后 现在中东的局势即将进入到一个新的关键时段 那么我们带你看到是 现在以色列会不会更加变本加利呢 那么面对以离冲突 美国防长表示 希望以军减少对贝鲁特跟周边地区的攻击 因为奥斯丁说他真的觉得 首都贝鲁特跟周边地区 平民的伤亡人数真的是太高了 但是以军听得进去吗 听不进去他左右开轰 北加萨民宅遇袭73个人死亡 真主长贝鲁特武器设施 现在也沦为瓦利了 而且他杀了哈马斯的领导新瓦还不够 以色列不考虑停火 终极目的现在也曝光了 消息颜值说 以色列要把握时机继续进攻 因为纳坦亚胡追求的 不只是军事上的胜利 甚至希望在区域内取得一个战略优势 开辟一个缓冲区 确保边境都可以安全 所以在美国大选下一任 美国总统上任之前 他要创造一个不可逆的现实 那么就在哈马斯的领袖 新瓦死了之后 以军在加萨空票一个传单 那么里面特别用这样子的阿拉伯文 来写着 放下武器交出人职 就能平静的生活 他们这个传单里面还写着 这个哈马斯的领袖 新瓦的照片说 未来哈马斯不再统治加萨 对于加萨的巴勒斯坦人 进行这样子的宣传战 但我们要带你看到是 伊朗现在也想要推别人出手吗 以军反击伊朗行动外流 美国国防部高度机密遭泄 以色列现在拥有核武也曝光了 CNN报道 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 正在救以色列报复伊朗的行动 高度机密情报被外泄展开调查 内容涉及了以色列在相关方面的准备 当然也就包括了所谓的核武 但是他们现在呢 在美与关系紧张之际 又外流这种东西 势必会激怒以色列人 土耳其的外长费丹就说了 以色列对黎巴嫩跟加萨的攻击 正在迫使伊朗采取一个合法的行动 纳坦雅胡呢 不断在这个地区开辟新战线 而且试图把伊朗拖入这个战争 但伊朗驻联合国的代表团就说 哎拜托 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 才是无人机袭击纳坦雅胡 他家的关键 不是我们有点想要甩锅的意味 但是呢 以色列的外长就说了 哎呦 就是你暴露了伊朗的真目的 以及邪恶轴心 谎言跟虚伪的借口不会帮助你 所以他们还是要伊朗来负责 那么伊朗现在说准备好谈判 以离停火 但是黎巴嫩的总理罕见公开检则 他怎么可以公然干涉 但现在 以色列面对的状况恐怕是更加严峻了 因为呢 过去大家都支援以色列 但是现在军援越来越难了 像是澳洲呢 哎 现在对于加萨冲突前批准的全部 66项军事出口需求的证 他们现在又要来重新审查 这可能耗时几个月的时间 甚至有可能到一年的时间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从9月2号开始 英国就已经开始先踩刹车了 再来加拿大的外长也陆续说 要暂停约30份上以色列运送武器的许可证 再来就是法国总统马克宏 在10月4号也说 他们要来思考 最后在10月就是西班牙总理会务教终 还说各国停止继续武装 以色列要来帮助他们 我们先来请教一下 借大使你怎么看 这个纳坦雅胡他家被锁定这件事情 对因为记者也问了那台纳坦雅胡说 现在已经把这个 这个新瓦尔 这个哈马斯的新领袖 你也已经把他正式已经击毙了 那你这个战争还要不要继续 他说我们不但不会停止 我们会继续向前直到最终的目的地 Toward the end 他没有讲的end是什么 他没讲 那就变成就是说 这也是以色列内部也有一大堆人在批评 这个内坦雅胡 就是说你到底这场 尤其加萨走廊战争 你的终局是什么 你希望他用什么方法结束 对打了一年多 现在已经所有的加萨走廊 所有建筑几乎都已经摧毁在境 还用砖地弹 那个战坑都很大 都打得很深 那你的终局是什么 他也不讲 他也不讲 他说我们要到最后 所以这个局势看起来 也许跟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预测不会差距太多 基本上的是这块土地 最后有谁居住的问题 也就是加萨走廊 大概一个新北市大把 没有比新北市大多少 好像比台北市大一点 这么快土地 可是他挤了两百万巴勒斯坦人 那现在就变成就是说 美国前一阵子媒体不是说 暴露一个以色列的计划吗 就是饿死巴勒斯坦人计划 也就是现在我们把他通通饿死 饿死为止 你现在哈马斯已经杀得差不多了 那剩下来就是巴勒斯坦人 那巴勒斯坦人他要怎么处置呢 现在就没事发一个通知给你说 这个地方我马上要开始攻击 你们现在北方这块地人 你赶快给我到南方去 可是三个月前这些才从南方 收到通知通常跑到北方来 所以他就让你这样子到处这样子 这样子跑 要不然就是我炸弹下来不长眼睛 你们人不离开的话 那到时候被砸死 不要怪我 所以就这样子杀了大概四万三千个平民吧 然后有十万人受伤 这个受伤的人也都是受重伤 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杀了半天好了 十四万人 那这个地区加哈所郎有两百万巴勒斯坦人 那你想想看他把他通通消灭 把他饿死的话 那真的要一点时间 要一点时间 可是以色列做这些事情是很有经验的 因为以色列现在境内 约旦河西岸 他有大概三百二十万巴勒斯坦人 在各个屯肯这个区域 大部分很多地方都本来都是巴勒斯坦人 可是以色列就用屯肯区 不断的什么 惊吞蚕死 挖一块地方以后就把他周间 把他自己围在里面 对不对 可是在以色列境内 也有多少 也有近乎一百七十万的巴勒斯坦人 这些人以色列承认 你们都是以色列国籍 可是二等公民 第一个不能思维抗议 第二个你不能随便乱发言 发言会受到报复 那这些一百七十万人 在以色列境内又花了很多区域 是把这些巴勒斯坦人 用这个高墙堵在里面 所以以色列这个战略事实上的话 就是不断慢慢消灭这些人 用时间不能同化的战争来怎么样 把土地抢走 把他赶出去 所以看起来我觉得 内坦雅胡事实上他是有这个策略 这不是他个人的策略 以色列建国以来就是用这个方法 在消灭巴勒斯坦人 现在一切都这么顺利 就以色列人来 从来没有这么顺利过 联合国也被摆平了 美国全力支持以色列 周边的国家 埃及也不吭声 这个沙特也不吭声 只剩下什么 一千多公里 以后伊朗 美国现在又帮他自助 拿萨特飞弹又自助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内坦雅胡现在是什么 他现在是顺风顺水 那么基本上就看他要让 这个好巴勒斯坦人 那么好 过上什么日子 那我们刚刚讲的 二死策略 他当然不会证实 不过我觉得不会让 巴勒斯坦人过好日子 那我们来请教一下 小剑长 您怎么看呢 尤其是现在有人很担心说 是不是以色列 也拥有核武了呢 中国人对于历史的 慢慢观察里面 其实都是或服相依的 那也就是说 现在我们看起来 这个纳坦雅胡 他顺风顺水 可是倒霉事 可能随时都会发生 也就是在 以色列当地时间的 昨天的八点钟 事实上 纳坦雅胡的家 就已经被无人机攻击了 那这件事情 象征的是什么 也就是真主党 并不是完全对于 这个纳坦雅胡很陌生 他也知道 那可能是他的家 可是他现在应该不住在那 但是这就是一个象征 那这个象征是什么 这个象征其实也就是 黎巴嫩南部的这些真主党 将这个战争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个什么新的阶段 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说 有关于 这些哈马斯的领导人 那他被击毙的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再回顾 就是在去年七月的时候 哈尼亚也是遇刺身亡 哈尼亚其实相对来讲 他是比较温和的人 那你把他给刺杀了 结果就发生了 去年十月七号的洪水 那个阿克萨洪水行动 然后所以 这个以色列这样的 不断的攻击 无论是加萨走廊 或者是真主党 甚至伊朗 是不是可以获得全面的胜利 这个很难说 那接下来 我们如果说回头去看一下 这个新亚他的 那个 就是他当初遇到无人机攻击 以及火炮攻击的这现场 我们看到他的最后一幕是什么 他没有跪地求饶 他没有像当年 那个伊拉克的海山跪地求饶 他没有 他直接丢出一个棍子来打无人机 其实这件事情呢 代表着他是一个 绝不屈服的一个战士 而且他的这个举措 绝对也是鼓舞了更多的 这一个真主党 或者是哈马斯的后进 要不断的对抗到底 那这样以色列真的能够撑到底吗 你真的敢动用这个核武吗 其实这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好我们问一下韩兵哥 因为现在以色列感觉这个决心很强 但是很多国的军援 现在就已经开始在踩刹车了 我是觉得这件事情还真巧 就是基本上以色列也打死了辛瓦尔 然后他在不管在离南也好 或者在加萨走廊也好 基本上局势都被他掌握住 对 就是在这个时候 突然之间发生纳坦亚胡的住宅被攻击 我觉得还真巧 这等于又给了纳坦亚胡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借口 我可以继续打下去 这个东西会这么巧吗 因为纳坦亚胡在凯撒利亚的住所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可是为什么过去从来不攻击 因为大家都知道纳坦亚胡在那 那你明知道那个地方没有人去攻击他干什么 我是觉得很怪异 所以以色列的防空系统 那凯撒利亚其实离边界很远 那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你都没有办法去拦截住 以以色列的防空系统来讲 我觉得也很怪 然后会让他直接直奔到 这个他凯撒利亚的住所 然后直接击中他的住宅 然后击中一个空无一人的住宅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还蛮巧合的 当然实际情况有什么我真的不知道 可是这个很显然的 纳坦亚胡他录这两段影片目的干什么 就是要告诉全世界我会继续打下去 我不会停手 他绝对不会停 然后我觉得西方这些国家也很假掰 你看西班牙英国加拿大法国 一个一个谴责 拒绝给他武器 你本来也没给他多少武器 讲的跟真的一样 他的武器最大自言者是谁 就是美国啊 那美国有说要停吗 美国没有说要停啊 美国也放很多消息说 哇你这个平民杀伤太大啊 你如果不给这个加萨走廊人道支援 我就对你怎么样怎么样 有吗 他继续支援啊 所以摆在眼前的事实就是 以色列的行动是美国支持的嘛 所以我必须说现在在加萨走廊的大屠杀 跟在离南的大屠杀 基本上就是美国跟以色列合谋啦 不就是这样吗 摆在眼前的事实就是这样 所以大家也不用讲的跟真的一样 这些西方国家 有种的话 你们这么主张人权 这么主张人道主义 你应该派兵去加萨走廊啊 派兵去黎巴嫩南部啊 你们会做这件事吗 不会啊 所以大家说说而已啦 老实讲 现在以色列的所作所为 已经其实在糟糕全世界联合国 根本就是废物组织嘛 一点用都没有嘛 不是吗 所以我就觉得 摆在眼前的事实就是 今天在21世纪的人类世界 还是一样强权说话 谁拳头大谁就是老大 所以大家不要再自欺欺人 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回来 最后带您继续讨论 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 那么要带您来看到的是 金砖峰会10月22号就要登场了 现在人民币的地位也越来越高了 俄罗斯总统普钦呢 他说欧洲就是美国拴着皮带的小狗 在金砖峰会召开的前夕 普钦就说了 中俄两国的基于 在一个平等基础上的密切合作 不是长辈跟晚辈的关系 倒是美国的欧洲盟友 比较像是拴着皮带的小狗 美国会把欧洲拖向跟中国的冲突 那么在金砖国家扩元之后 第一次峰会 俄罗斯也打算要建构一个新的金融体系 我们等你看到 今年金砖扩元之后的首次峰会 俄罗斯希望新兴经济体合作 构建了一个新的金融体系 绕开美元主导的国际支付系统 他们就是所谓的Swift 那么9月人民币国际占比24号公布 有人认为有望创下新高 那么人民币连续10个月 保持全球第四大货币的地位 市场预估这9月份的占比 可能比4%更多 有望这一创新高 俄国的央行数据显示 今年6月人民币在俄罗斯的外汇市场 占比已经来到了99.6% 比起5月份的53.6%是增加了相当的多 所以现在有网友就认为不要小看中国 包括林毅夫他就讲到了 大陆可能在2030年GDP就超越美国 2049年已经变成世界经济的中心 向前大陆面临百年未有的大变局 加速了演进国际局势 来自外部的打压当然也会不断增扎 但长期来看 中国的发展是新值生产力 中国的经济一定能够维持中高速的增长 到了2049年就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预期一定能够实现 那么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讲到了 中国他在人口的发展上仍具有潜力 许多行业领域也已经达到世界级的水准 看虽中国是非常不明智的 甚至李显龙还很大上时事 这一次特别讲到了这个黑神话悟空 他说新加坡学生可以透过这个游戏 来认识中华文化 那么现在大陆当然也在深归美国的后院 也就是所谓古巴拉丁美洲的地区 那么现在古巴面临大规模的停电 那么古巴官员说可能跟美国加强制裁有关系 那么古巴因为发电厂发生故障18号 大规模停电 包括了首都哈瓦那 超过1000万的民众受到停电影响 有37座的发电厂处于停止的状态 预估短时间内可能没有办法解决能源短缺的问题 但是古巴的他们的官员就说了 这是美国加大对古巴的经济制裁 才会导致停电的原因 那么现在同一时间 其实中国跟古巴也加强了军事经贸合作 分析为反制美国 古巴5月宣布对中国公民开始开放一些旅游免签 而且恢复中国古巴两地的直航航班 中国是古巴前三大贸易伙伴跟第一大进口国 所以借由一带一路呢 把这个干净能源基础设施跟资讯技术呢 是带往古巴去投资 不过我们带你看到的是 中国股家主席习近平将主持竣工仪式 中原在秘鲁建大型港口11月市营运上海航线 中原的海运高管表示 这公司投资是三亿的秘鲁建设 那么呢这个前凯港11月下旬就要市营运了 每周呢有两艘的货柜船 最初会开通一条到上海的直线 那么前凯港还会开通 来自哥伦比亚厄瓜多 智利的小型航支的沿海运输船线 这些货物将随着前凯港到欧洲去 所以有人就说了 这个美国的美中新博弈的战场 会不会变成一个用在军事用途上呢 尤其是现在大陆在秘鲁建前凯港 后来今天日报就说了 就担心它拿来当军事用途 而且采取两手策略 所以呢 他们一方面积极推动跟中国合作 确保前凯港计划顺利进行 另一方面也积极的邀请美国投资者 参与其他港口的计划来做开发 我们先来请教一下 介大使你怎么看这个金砖峰会之前 俄罗斯总统普丁的谈话 对我觉得就是说 事实上普丁事实上 从这次俄乌战争 我觉得他受到了最大的教训之一 除了军事以外 就是金融上面 还有贸易上西方国家 对于他的俄罗斯封锁 事实上一开始的时候 对俄罗斯来讲话 经济上做了很大打击 那么如果不是 中国大陆 那么很快能够取代 俄罗斯很多这些民生用品的供应 另外一方面的话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关系 还保持正常化 那俄罗斯的经济 事实上会受到比现在更大的影响 当然俄罗斯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经济体 他就是说他事实上 能源粮食各方面都是高度自给自足的 然后他的这个工业体系 也自己相当完整 他比较差的就是什么 就是民生工业这一块 民生工业这一块 那正好所以西方当时 对这个俄罗斯 俄乌开战对俄罗斯制裁 很多西方的这些 在俄罗斯生产的这些厂商 美国号召这个欧盟跟日本韩国 通通撤出了 撤出了俄罗斯 我记得好像麦当劳这些也有 连麦当劳都撤出来 那很多在俄罗斯生产汽车的工厂 也都关厂 那所以俄罗斯没有汽车开 正好中国大陆汽车就源源不进了 不觉得就进入了中国大陆 那西方也把这个俄罗斯的怎么讲 在海外的外汇存底把它封闭 把它这个大概有3000亿的 左右的这个外汇存底 也把它怎么冻结了 让俄罗斯的国际交易上 支付上出现困难 那所以俄罗斯这次教训 他就非常重要 他一定要把美国在全球贸易的支付体系 扮演这个 完全一个独霸的这个角色 他希望把它打破 那他就希望用什么 本币交易 那么就用俄罗斯跟这个 俄罗斯币跟他贸易的人 所以用本币交易 当然你如果说是卖的是 别人非买不可的东西的话 那是可以的 那事实上你要跟他买天然气 你就可以 那事实上的话俄罗斯 你要人家付卢布的话 人家有时候说 那你也让我付我自己的本币 那所以现在就变成就是说 俄罗斯跟中国大陆的之间的这个贸易 2400多亿一年 俄罗斯方面说 已经9.5成都是用本币 也就是说大家不用美元在交易的 你可以付卢布给我 我也接受你的人民币就这样进 那中国大陆当然是比较讲信用 那碰到印度就比较难搞 印度跟俄罗斯的时候所讲说 那我跟你买你的石油 我付我自己的印度的卢布可以吗 那印度说可以 那俄罗斯就说可以 你就付卢布来 然后问题就变成就是说 可是当俄罗斯要跟印度买东西的时候说 不然我买一点你这个 这个好 咖喱好了好不好 你的咖喱很行 那我行不行用我手上的印度卢布来付款 印度不接受 不要 印度自己付出这个货币 人家用他的货币来跟他买东西 他不接受 所以呢 这个整个的希望去美元化了 就是用这个本币来交易 那重心就在中国大陆 所以呢 我觉得俄罗斯这次开会的这个好 金专会议在经济上最主要议题 就是怎么样 建立一个机制 大家今后进行国际贸易的交易的时候 都不要用美元 都用自己的货币 或者自己建立一个什么货币体系 用这个新的货币体系 来怎么进行交易 基本上 把美元的影响力把它排除出来 那很快我们就知道了 他会有什么样一个具体的做法了 都拭目以待吧 好 韩兵刚你怎么看 现在中国大陆也深跟拉丁美洲 跟古巴加强合作 对 古巴现在这个大停电的情况 还蛮糟糕的 他即使他一直在喊话说会恢复 但最新的消息显示 他到现在恢复不到两成 所以情况还是非常严重 就上千万人面临停电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当然古巴是怪说 因为美国对他长期实行经济制裁 让他的这些零组件 维修零组件还有燃料 供应短缺 所以才造成这样一个结果 但是他是全国性的电厂全部失灵 这个恐怕不是单纯的一个问题 这个恐怕是牵涉到很复杂的一个问题 那美国是说都不是 是你们自己太老旧不去更新维修 是你们自己的锅 那当然大家都不愿意担这个责任 那可是对古巴的基础建设如此恶劣的情况 我想全世界现在能够帮他大概就是中国大陆 是最有这个相关的实力跟意愿去帮助他 所以我觉得美国的这种做法 会更加促使古巴导向中国大陆 我觉得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不治的 实际上古巴很多人讲说他是共产主义国家 可是古巴其实在医疗相关这些东西 其实他是有一定程度的水准跟实力 所以我觉得美国长期封锁古巴的方式 其实是对美国跟古巴彼此都没有好处 我觉得美国的策略是应该要尝试改变 否则美国一直这样做的结果 就是把这些国家都推向中国大陆而已 那同样的秘鲁也是一样 现在在前凯港这个地方 中国大陆积极的投资建设 可是你看秘鲁的做法很聪明 我虽然对中国大陆来投资建设 帮忙我基建我很高兴 可是我也不会因为这样就完全倒向中国大陆 我也要请美国人来投资 我希望能够愿意帮我的人都来 全世界资本都来对我最好 所以我也不要说刻意去得罪哪一方 我觉得这个都是未来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 会采取的一个方式 也就是反正这两个强权都在竞争 那对我来说你们在竞争就是我的契机 你们都会争相对我好 那我何乐而不为呢 我一定要跟谁为敌吗 我没有必要去做这样的一个选择 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全部都要 所以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那普丁讲的也没错 欧洲现在真的变成被美国拴着的小狗 你看 说真的欧洲为什么一定要去跟中国大陆为敌 毫无理由 中国大陆对他没有地缘政治上的威胁 你说商业上面的竞争 其实双方是可以谈的 比如说让中国大陆去欧洲设厂 大家彼此共襄提升技术提升资本 可是欧洲为什么一直要跟中国大陆作对 显然就是奉了美国的命令 所以我真的觉得欧盟跟北约其他这些国家 真的滋留好好想清楚 你们跟中国大陆作对 到底对你们好处在哪里 那建长你又是怎么看呢 如果说我们来看这个有关于秘鲁的前凯港的部分 其实他的这个建港 其实只要中国大陆协助当地国家在哪建港 美国他就会说这件事情可能有军事的目的 其实没有什么军事的目的 到南美洲有什么军事的目的 那其实真正的问题是美国为了要防止 中国大陆的经济的不断的扩张 然后达到海外 问题是如果如此的话 那你美国来做 你美国跟南美来进行这些贸易的合作 对不起你又不愿意 那无论是你的国债那么高 或者是你现在 虽然我们看起来他的美国的GDP 他是他的成长是不断在成长 然后如果说这个是Bloomberg他所提供的资讯 那如果我们相关的看中国大陆的话 最近好像比较持平 那但是我们这有把相关的利率汇率的因素算在里面吗 应该是没有 如果说我们看另外一张图表的话 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如果说将美国跟中国大陆的这个利率跟汇率的相关因素 以及购买力评价算在里面的话 对于大陆来讲 早就已经黄金交叉了 我们看到在2013年就已经黄金 拉坦亚弘的险遭暗杀 他的豪宅遇袭 以色列的直升机竟然目送黎巴嫩攻击总理住处 我们看这个画面就可以看出来了 其实三架无人机从黎巴嫩越界进入以色列 其中两架遭到拦截 第三架直冲纳坦亚胡的住宅里面去 现在有人拍到说无人机 以以军的直升机旁边开溜的画面也引发讨论 在无人机入侵之后 其实在塞沙里亚当地却没有想起警报 军方正在调查确认警报系统是否有故障 他的住所被袭击之后 他也发生说是真主党想杀我 但已经诅下大错 他说真主党企图暗杀我是严重的错误 将继续消灭恐怖分子 以及派出恐怖分子的人 那乙军现在还是持续的轰炸当中 乙军左右开轰 在北加萨的民宅已经预袭70-30 那真主党的贝鲁特武器设施 沦为瓦利这样的情形 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出目惊醒 至少70-30 那真主党发射火箭进入以色列北部之后 其位在贝鲁特南的郊区的军火存放设施 已经沦为瓦利的情形 那医护呢 当地医护就说 以色列袭击加萨最大的加巴利亚的难民 已经量成30-30-85伤 那军民指出呢 乙军每天从陆空发动的攻击 摧毁数十栋的房屋 并且在这些建筑物里面放置炸药 再从远处引爆 看这画面真的是非常的可怕 那现在呢 黎巴嫩媒体的报导是说 以色列空袭离东造成 四死还包括了一个市长 那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丁就说 这个冲突导致太多的平民死伤 希望乙军啊 减少袭击黎巴嫩的首都 贝鲁特以及还有其他的一些地区 但是这火能够停吗 大家相信也很关注这个议题 那哈马斯呢 抵抗中心难停火 因为在哈马斯的领袖死后 乙军在加萨空飘的 这个船单 招响里面写放下武器 交诸人质就能够平静的生活 他用阿拉伯语写着说这个 新瓦毁了你们的生活 他躲在地道里面 而且仓皇的逃离被歼灭 放下你们武器 交还人质 你们就可以离开 从此过平静的生活 那伊朗的最高领袖 哈米尼怎么说 他说尽管这个新瓦上面 但是哈马斯将继续存在 也可以反以色列抵抗轴心 因此不会停止活动 那土耳其总统 调念哈马斯的领袖新瓦 批评西方纵容以色列 他认为这样的行动 他认为相当不满 那以色列与黎巴嫩 郑州党的战火不息 欧盟的外长 畅行五个步骤 什么立即停火 然后黎巴嫩迅速选出总统 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在南部部署的黎巴嫩武装部队 但有没有用呢 现在看起来也是个问号 也是个未知数 可能效果也不大 那现在美国的机密外泄 是不是也惹怒了以色列的情形 因为以军反击伊朗 行动外流 美国的防部高度机密被外泄 以色列永恒武也见光 CNN报导 美国国防的证就以以色列 报复伊朗行动的高度机密 现在外泄已经展开调查 哪些内容呢 包括了调动军火 还有空对地的这个飞弹的演习等等 那部分的文件里面还暗示 以色列一直以来 拒绝公开的承认事情 就是拥有核子武器的部分 好 那现在美国是不是要安抚以色列 你看美国媒体报导 布林可能会在10月22号来访问以色列 这是要安抚以色列吗 好 请教亮哥怎么看 这个 这个这个 我们说哈马斯那个 10月7号的真正的策划者被杀 现在美国跟英国都希望把它当做一个转机 就说以色列你已经赢了 因为你就是要报这个仇嘛 不然什么叫 所谓消灭哈马斯 难道是哈马斯每一个人都要杀掉吗 是 因为这个就是主策划者 那新华已经死了 所以我觉得美国现在真的是 希望纳坦雅胡 在这里找个下台阶了 是 就是说我们报 报仇的任务已了 够了可以结束 所以就可以谈判 是 那谈判 基本上那个人子就可以换出来嘛 因为那个人子一般估计 大概还有100个左右 那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机会你如果不抓住 未来就很难下台阶 我觉得就找不到点 是 因为如果说 哥派哈尼亚也被你杀了 在伊朗 对不对 那这是鹰派嘛 辛瓦也被你杀了 是 哈马斯两大领导人都被你杀了 那你还不能结束 你还要怎样 对啊 你还要怎样 所以我觉得 如果纳坦雅胡不结束 因为今天是10月20号 那美国是11月5号投票 我觉得对拜登 对贺锦丽 都是一个很大的利空 因为人家会觉得 够了吧 够了吧 因为这个不是黎巴嫩 这两回事 对 那个黎巴嫩看来 他还是会打 我看起来是会打 因为 黎巴嫩事实上 我们讲联合国170应要决议 是 那已经完全都被破坏了 就是本来只有黎巴嫩国防军 那 黎巴嫩国防军跟联合国部队 可以在那边 其他人都不可以拿武器进去 是 这已经完全被颠覆了 而且连联合国维和部队里都打 所以你这个时候能管他怎么管 坦白讲黎巴嫩政府 黎巴嫩是个主权独立国家 是联合国的成员 那你本来的理由是你要打真主党 可是你现在打的攻击的目标 已经有一些根本就不是打到真主党 恐怕也打到黎巴嫩的国防军 或相关的单位 这坦白讲就是侵略 因为你如果原来设定的 我觉得他一开始还比较小心 说是针对真主党 那是一个恐怖团体 事实上他在加塞 就已经犯过这个问题了 他说我是在打哈马斯 那结果现在 这个巴勒斯坦人在加塞 已经死了四万三千人 你这个已经引起国际公愤了 那如果在黎巴嫩又是这样的状况 我跟你讲这个一定会没完没了 因为而且黎巴嫩真主党 真的不要小看他 他比哈马斯要正规的多了 而且背后真的有 长期支柱的这个大佬 比如说伊朗 所以这个战争不容易结束的 实际上以色列 黎巴嫩战争他已经打过好几次了 都没有真正胜利 所以我不知道他现在是从什么底气 因为他现在一打七 你怎么有那么有底气呢 认为你以前黎巴嫩政主党 你都打不赢 你现在凭什么可以打赢 而且美国跟英国 这两个最挺你的外力 现在看来都一心阑珊 而且黎巴嫩的以前的殖民母国 法国 现在已经明显是结合了西班牙跟意大利 要来制止 所以我认为 恐怕就是见好就收 可是我们无法预测 那坦雅胡这个人 还没有把握这次的台阶下 对啊 因为他已经好几次都这样了 所以我觉得他已经把这个 他年纪也大了 其实年纪很大的人 而且有强烈使命感的人 在最后一搏的时候往往最可怕 是 好 请教杨老师 我去查了一下 就是内坦雅胡在这个地方叫塞莎里亚的这个别墅 那边其实是靠海边的一个小的都市 那在特拉维夫以北 在海法那个海港的以南 那基本上都是很漂亮的别墅区 所以是他的大概是度假别墅 是 可是你知道 从这个塞莎里亚他的度假别墅 到以色列跟黎巴嫩的边境 距离有多远吗 有将近90公里 中间还有一个海港 就是那个大的那个港 的都市叫海法 那黎巴嫩一定不是从边境上 线上去发射这个无人机嘛 所以一定再往里面一点 我想大概90公里到100公里 差不多这样的距离吧 至少 甚至可能更远 你知道大概距离是 从台北到哪里呢 差不多到苗栗了 台北到苗栗大概110公里了 是 所以 有两种情况 第一个我觉得这个是以色列 根本就是设计的 他要去制造一个 内坦雅湖的住宅 被无人机攻击 然后呢 要去强化他现在在 离南的部队的驻扎 因为他在离南的部队 现在受到了一个困境 也就是说 他的推动有困难 同时又碰到联合国维和部队 虽然都是点的在那边驻守 可是呢 事实上没有办法大幅的往前 去往前推 是 他要制造一个安全区 让以色列的北部 尼巴嫩 就是说跟尼巴嫩之间 维持那样一个安全区 那个安全区他觉得现在不够 所以制造这个事件 那如果不是的话 那就是真的是 这个珍珠党 他发射了无人机 那就表示 珍珠党还有相当的这个能力 可以飞行台北到苗栗 中间只有两架被打落 一架还这么准的 情报方面也做得不错 就知道 内坦亚胡的住宅度假 住宅在哪里 这里面其实你细部去看 就会很多的问题会出现 那你现在在整个尼巴嫩南部 然后呢 以色列这个控制的情况 那珍珠党从哪里发射 具有这么强的这个能力 飞行从台北到苗栗的距离 是不是 那就表示说 这个战争其实还有得拖 还是说其实 是不是以色列也在寻求 可能接下来几天到几个礼拜 我们已经看到有以色列军方 对外的放话 但我觉得这都是在做认知战 是不是这个无人机本身 也是一个认知战 我就不知道 但是呢 这珍珠党真的 其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这么弱 那至于说 在美国的国防部长他说 他希望你少打 贝鲁特 因为已经造成多少人死亡 我告诉各位多少人死亡 2400个人死亡 在过去这三个礼拜 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跟贝鲁特的轰炸 2400个人死亡 你要问我 加萨死了多少人 加萨昨天又死了44个人 在两个难民营 加起来 4万3千人死亡 也就是 这个 新瓦尔 他发动 去年的10月7号的恐怖攻击 那一天 造成了以色列 1135个人死亡 而以色列用一整年的时间 去对加萨发动攻击 屠杀 4万3千人 而现在又针对尊独党 他其实要扩大占领 他其实真的要扩大占领 那这个无人机事件呢 是怎么样将来的这个解读 表示内坦雅胡 因为他一定是用他自己本身的住宅嘛 我们等着看了 他后续的发展 好 请教卓教授 好 这个 关于像这个 纳亚雅胡的住宅攻击的这件事情 华尔街日报报得蛮仔细的 那主要他 当然着重在一个重要的讯号 就像刚才杨老师所讲的 就是说 以色列的防空系统 其实是有漏洞的 比如像他这里头讲到 就是说 其实在10月初的时候 真主党就已经像 这个以色列的 这个发动攻击的时候呢 造成以色列的军营 因为当时他刚好 他们部队在用晚餐的时间 所以 结果呢 他造成什么呢 造成四个人死亡 然后61个人受伤 那陆陆续续还有这些事情 所以当然他反映了两件 两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说 以色列的空防 他目前针对所谓的这个火箭 针对飞弹是可以的 可是针对无人机是没办法 尤其这一次无人机里头 还有就是说 之前的看到 从真主党来的无人机 还有什么呢 还有FPV 叫First Person View 的无人机 就是所谓第一人称的这种 无人机 那这种无人机 其实算是 进阶等级的这种无人机 那这个当然就是说 他展现 他现在有的是 还有先有这种侦测的 然后再有这个攻击的 那所以他有 非常细致的一种规划 他要展现 以色列的空防 是有漏洞的 第二个当然就是说 以色列的地面攻击 是合法的 是需要的 因为你看 即使以色列炸了这么多次 真主党死了这么多的 这个领导人 包括无人机部队的 这个领导人都死掉了 结果呢 他还是能够攻击 那这又说明什么 你地面部队不进来 你没有办法去 剿凭这个真主党的实力了 所以这两个讯号 对以色列是有用的 可是在美国来讲呢 他怎么去看待这个讯号 从美国的一个 目前的一个战略需要来讲 他其实也要 也对这个 对他现在的行动来讲 也是支撑他现在的 这个合理性的 为什么 因为美国最近把这个 他的这个萨德系统 搬到以色列去了 而且还一百个人去 帮助 就是实际去操作这个系统 那他也是说 美国是不可或缺的 没有我这个萨德系统 你这个以色列 恐怕也没有办法 这个有效的去防卫自己 不过我觉得最有趣的是什么 就在贼德报头 居然还讲是 伊朗说 这个攻击是真主党的攻击 真主党因为可能死掉了 不少这个领导人 所以他找不到人去受访 可是伊朗居然说是真主党攻击 表示伊朗还跟真主党保持了非常绵密的沟通 然后这也反映了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以色列跟伊朗之间还没有结束 以色列要怎么去攻击伊朗 怎么样在双方互动之下避免伊朗的报复 美国的角色是不可或缺 所以其实我认为他其实另外也凸显了美国在这个地方关键角色 不要看以色列的摩萨德这么厉害 其实美国还是最关键的国家 好我们看完以色列的局势 换给战场来看一下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情况 像俄军七天连下七成 袭击乌军的设施还有军事目标 这个俄军先后宣布了打下了包括七个这样子的住民地 那打击乌克兰的燃料跟能源基础建设 还有军事机场还有无人机仓库 分别位于138个地区 还有敌方人员的军事装备集中地 打了这么多 那现在情况到底如何呢 俄军声称已经占了乌东一座村庄 然后逼近工业枢纽库拉货围这样的情形 这个是俄罗斯军方的说法 那现在法新社报导 俄罗斯一直把攻势集中在库拉货围的方向 而且俄军已经逼近当地距离市中心 只有几公里的情形 那现在美国媒体也报导 俄罗斯拆解缴获鲍二的坦克 甚至鲍二坦克从乌克兰缴获鲍四坦克 运送到内陆的腹地 把他拆解之后分析里面的一个情境 还有一些物件等等 那现在乌克兰到底会不会加入北约 现在俄罗斯继续斗 G7的国防部长意大利召开会议 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 G7的防长在会议之后 他们说我们打算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包括短期跟长期的军事援助 来对抗乌俄的冲突 那德国总理萧之呢 他就说了这个北约介入俄乌冲突将导致灾难 但是问题是他们会竭尽所有能够支持乌克兰 并且确保北约不会成为冲突的一方 避免这场战争导致更大的灾难 那普京说什么 普京说这个俄罗斯将持续跟北约斗争 他说北约正在借着乌克兰的士兵之手跟我们作战 那北约的成员国呢 何时会厌倦我们斗争 这场要问他们 我们已经做好了 就要继续这场战斗 那外国媒体就有报道 说北约跟俄罗斯相继来举行核演习 北约在坚定政务的核演习 拉开序幕 那演习呢 在英国 在北海 在比利时 还有荷兰举行 那俄罗斯的国防部声称 这样子的情况呢 包括了 正在演习当中就是 俄罗斯正在对一套 亚尔斯的洲际弹道导弹的系统 跟备战时刻进行检验 那普京说呢 绝对不允许乌克兰制造核武器 因为这是危险的挑衅 那泽伦斯一是怎么讲 泽伦斯一是说 乌克兰没有 无意制造核武器啊 要嘛就是 让乌克兰恢复有核武的能力 要嘛就是加入北约 好再来看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 现在俄罗斯跟朝鲜 也就是北韩同盟作战了吗 因为北韩上万的金瑞 要支援俄乌战战 下个月就要交战了 南韩的情报机构确认 北韩将派遣最精锐的特种部队 十一军团的四个旅 到俄罗斯参战 总计约1.2万的兵力 首批1500人已经抵达俄罗斯了 那这个是乌克兰的情报局 他说将近1.1名的这个 北韩军队已经在俄罗斯 并且在11月1号 准备在乌克兰作战 那北韩是不是真的有派兵 来援助俄罗斯 现在外国媒体取得这个 韩俄军装的这个尺寸对照表 这个表格在这里 但是这里面非常多的 都是用韩文的设计 来填的问卷方式 里面在问什么东西 包括衣着尺寸 还包括这个帽子 俄军的帽子头盔 还有制服跟鞋子 你要要求北韩的士兵 来填写相关的资料 所以是不是已经有确定 这样的情形了 那曾经陪金正恩视察 这个导弹工程师 疑似在这个乌冬前线参战 这个工程师 现在是不是到乌冬前线参战了 那美国的国防部长表示 无法证实朝鲜是否派兵来协助俄罗斯 甚至法国的外交部长 他也说 如果俄罗斯若得逞 将为国际秩序带来混乱 那将西方各个国家 习国要成立多国制裁的监测组 北韩就呛了 参与的国家将会付出相对应的代价 包括了像美国 日本还有南韩 这几个国家呢 现在北韩向下要付出相对应的代价 来花贵请请教一下亮哥 亮哥怎么看现在俄罗斯跟乌克兰情况 我觉得大局已定 那只是 只是俄罗斯要打多久 因为俄罗斯可能觉得川普会当选 所以他那么用力干嘛 是 因为川普 川普不喜欢战争嘛 所以他一定会用很快的速度 结束俄乌战争 经理这个战场 对而且川普也认为 美国不要把俄罗斯当作敌人嘛 这样他空间比较大 是 所以我觉得俄罗斯有这种思考 就是我何必 我何必那么用力 还要死那么多人 就拉北韩进来了吗 我觉得北韩进来可能是自愿的 这个我觉得北韩是经过多重考虑 第一个就是 他认为这一局不会输 稳赢的 对啊 第一个你就欠我 大哥你欠我 俄罗斯欠北韩 不因为俄罗斯真的在帮他 他也在帮俄罗斯 互欠 他已经提供他100万枚炮弹了 未来他有求于俄罗斯的很多 粮食 人员 还有各种军武 是 升级 导弹的升级 很多方面 你记不记得当年中俄大陆也是接入韩战 所以俄罗斯就开始相信你 不是吗 所以我觉得北韩这一局 他是想过的 不要低估金正恩 是 我认为他是主动的 第二就是 他也去练兵 他们已经很久没实战 投入这种 稳赢的战争 对不对 也不见得到前线去 对 俄罗斯为什么会同意 这个也很有趣 我觉得这就意味着俄罗斯未来在亚洲做一点事情 所以他也要有一个出手的力量 那所以我们要建立一点关系 那因为白俄罗斯不好用 因为那是欧洲 对 而且北韩比白俄罗斯要强大多了 强多了 要强大多了 所以我认为 这可能隐含着未来俄罗斯 要利用北韩 布局亚洲 在亚洲做点事 你也不要讲那么可怕 要做点事 或者闹点动静 而且这个也坦白说 就大国博弈来讲 也是分化北韩跟中国的关系 因为中国跟北韩关系 本来就不太好 那如果俄罗斯提供了充分的保障 那北韩就会跟俄罗斯走得更近 那就会跟中国大陆的距离就会被拉开 北韩也有底气了 好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继续讨论 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 我是罗王者 来请教一下杨老师 怎么看俄罗斯的军队情况 大概在上个两个礼拜前吧 俄罗斯总统普丁 又签了一个就是征兵令 要再增加18万的现役军人 让俄罗斯整个现役军人 来到了150万 如果再加上被役的话 大概有将近235万的军队 所以俄罗斯这两年 它的军事支出很高 那这235万有多少人在乌克兰 70万 而它的这个部队是 新兵是经过训练 然后做后勤 就算进入到乌克兰 也是协助占领 而不是到第一线 它的一定是把 它做一定的训练之后 让第一线的部队 在半年一年之后也会轮掉 那再训练 那它还有一个东西 叫做暴风Z 那就是死囚犯 还有一些自愿暴民的 这个比较民族主义的 强烈民族主义者 它把它送到最前线 给它最好的这个装备 那乌克兰这边也有 像是亚述营 这些也是一样的这个情况 但乌克兰这边 你就看到它现在 在去这个抓 这个壮丁 就真的已经变成 抓壮丁送战场 那你在实际上的 兵力上的这个对比 所以才会出现 你看到目前在东部战区 的这个情况 其实不利 然后呢 在那个库尔斯克的情况 又变成这个受困 因此我是觉得 这个战争 接下来面到冬季的时候呢 那当然第一个 就要看到底谁 做美国总统 如果是川普的话 很可能很快的 就会形成一个停火 或者是停战 然后呢 就开始会进行这个谈判 因为北约 可能挡不住川普 要去停火停战 甚至就是说 愿意去跟这个普丁 直接面对面的谈 也不一定 那在北韩的这个情况 那是因为今年的 6月19号 普丁到了平朗去 签了跟这个北韩 朝鲜之间的 朝俄战略同盟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我们有的时候 就把它叫做 朝俄同盟 不是真的军事同盟 是 他只不过是 里面有一点提到 有一方受到 外国侵略的时候 另外一方可以提供协助 那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一个关键在这边 也就是北韩朝鲜 透过这样一个机会 其实也是训练他的军队 他那个所谓 练兵一下 对 他那个一万两千名 那个部队 也是一个练兵 但是 他大概不会进入到 我觉得他绝对不会 进入到乌克兰境内 这就等于是 如果进入到乌克兰境内 这是一种 所谓的 这种进攻型的 军事同盟了 那就不是防御性的 所以到库斯克 所以他可能就是在库斯克 或者是在 沃罗斯境内 这其他基地 也是一样 就跟新兵上战场一样 俄罗斯让他的新兵 都不会上战场 我刚刚讲的 18万 跟之前的这些 都是经过一定的训练 然后甚至进入到乌克兰 做战地的防守 然后才进入到 第一线的战场 如果北韩的部队 第一个 应该是绝对不会进入到乌克兰 那就是等于帮忙打战 那就是进攻型 这个会犯大忌 我想北韩也不至于这么愚蠢 他在地缘政治上 其实玩弄大国关系 已经数十年了 我觉得他有那个智慧 但他看到这个机会 去强化他跟俄罗斯之间的关系 然后也可能 再进一步地 从俄罗斯这边 这一定是个交易 这个交易是要换什么东西 换更进一步的飞弹技术 还是核武技术呢 所以可能反而 接下来要注意到 他会不会再试射飞弹 甚至第七次的核子事报 这个其实都有可能性会发生的 所以看他最近变得很有勇气 跟韩国就开始 南韩就开始在对干 因此我是觉得 北韩这一招 其实从他自己的角色而言 是蛮聪明的一招 但不至于进入到乌克兰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继续讨论 其实第一个我们先看到 刚才讲到北韩 其实有一点要补充的 就是说 其实北韩部队要投入到 这个乌克兰战场上 也有一定的这个难度 主要当然是语言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说他大概只能够独立作战 他不太容易跟俄罗斯协同作战 还有第二个 也有人提到 就是说其实北韩的强项 是在这个工程这一方面的 在实际的作战上 其实他也没有俄罗斯 这些年打仗的经验 所以相对来讲 他能够发挥到多少积极的作用 其实还是一个问号 所以当然他有两个意义 其实第一个当然是说 对于金正恩来说 他想要掺这一脚 但还有一个另外的意义 是说如果他到库斯克的话 那俄罗斯可以把他的部队 拨到乌东去 这对于正在乌东战争的俄军来说 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重点是在乌东 就是查舒夫亚这个地方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看这个地方 在这一段 从过去这几个月 俄罗斯在这边其实牺牲的是蛮大的 死亡是蛮多的 但是他这个攻势还是在推进 那整体来讲 现在大家就看说 有没有可能在今年冬天 就是开始之前 俄军会把这个地方拿下来 那他主要凭借两个 刚才讲到北韩的援助 让他可以把更多的部队 调过来是一个 第二个就是这个地方 俄军是乌军的10倍 10比1 所以虽然他牺牲的多 物资耗损的多 但是他因为他有绝对优势 所以他有可能 那特别是如果 因为俄军现在整个策略 就是把这个地方 把他的攻击对象整个轰平 所以说他如果在冬天之前 把这个地方占领下来 那因为冬天的 双方都不能够移动部队 那等到春天来的时候 俄军已经在这边完成 他的防御攻势 他就可以守住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